有哪些被看不起的职业 换句话说 有什么对家里人不敢说 这个 如果是说现代 那么其实还不如说古代 因为现代人观念有所变了 你说实在在发展呢 经济至上啊 但凡能赚钱就行了 所以有很多过去被看不起的职业 现在也无所谓了 赚钱就行 戏子当道啊 甚至难道女昌啊 只要不违法就可以啊 只要不被警察抓到 偷偷摸摸的没问题啊 有很多人是这种思想 那你真的这么想呢 没有什么看不起的 但是有些阴的 它始终是阴的 就不能摆上台面 地下工作者 酒吧 一到了晚上 才灯红酒绿 甚至 灯都没有 一关 干什么不知道 门口挂一个牌子 挂羊头 卖狗肉 这只是其中之一啊 那么还有很多呢 其实你要真要计较起来 最好还是参照古代的这个 三教九流 三教九流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最高上的 最低下的 无非都差不多 一流佛祖 二流仙 三流皇帝 四流官 最下边的就是 难道女长 鸡飞狗跳 那还有很多中间的 那就不好说了 但也分一些类 你说行行出状元 话是这么说 你开出租车 当牙医 律师 在国外啊 很看得起 在中国 你说你先生是干这个 平常老百姓无所谓 你真的到 台面上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有的你都不好意思说 这是不可视外人 那连家人都不可视的 那些那更不好说 所以啊 这个规律 这个等级划分 自古中国 都是比较强调 你看现在我们 讲课 老师 哎 这没问题 但是你要说书 从事艺术 你看现在过去的 这个 下棋的呀 然后画画面 写字的呀 就是卖艺为生的 也都是比较中流一下 你说这不是艺术很高尚吗 他没有干实事 包括商人 倒买倒卖 那叫前科 投机取巧 不干正事 那我们刚建国那几十年 也是打击这些 投机倒卖 那观念都不一样 现在啊 全都行 只要有钱 我为了钱 我为了钱 无所不用其极 不择手 你说到刚才 律师 这古代被称为前科 被称为这个 反正类似于这个 说客 就是 帮人 信口四黄啊 或者说是 帮人狡辩啊 那你好的 也有啊 你戏子也有 很高尚的 那个赤灵 这首歌 你看看那个故事 你戏子也有 你戏子也有